各位中四同學,你們好 今天會講一下普通同學在作文上常犯的錯誤 一些普通錯誤 我們這次課程有兩個部份 第一個部份講一下Parisable的錯誤 例如有什麼Parisables 第一就是PastParisable PP 另外就是PresentParisable 就是ing form 下一集就會講一下 Ediomatic Expressions 一些慣用語 首先講到Parisable Mistakes 就會有ing 還有pp 什麼分別呢? 這些Parisables為什麼會很難用呢? 因為他們是form by verbs 由動詞變成 但是呢 他們一旦變成了這些pp Parisables的form 他們在句子的作用 就不是一個動詞的作用了 例如這些是什麼作用呢? 其實很多時候是做一個形容詞的作用來的 例如 這裡看看例子 A Writing Pad 寫字的pad那些字 那個簿 Broken Glass 一個爛了的玻璃 其實這裡說的是一個主動 它用來寫下去的東西 還有被動 被人打爛的玻璃 這個就是一個分別 還有一個用法 另外 Falling leaf 跌下來的樹葉就是進行中 A Gone Bus 過去已經走了的巴士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其實呢 其實呢 一些 verbs 一些動詞 只要轉了這些pp form 就會可以做到這些 這一類型的 主動、被動、進行中 過這些意思的形容詞 另外 Boring person I feel bored 一些感覺 可能老師會教你 死物就是ing 人就是這些 錯錯錯 你看這個人 Boring person 在形容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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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外在的 一些 讓你擁有這個感覺的 嘩!這個人令到 我覺得他很悶 是不是? 外在的 那就ing 好 I feel I feel bored I 我自己產生這個感覺 突然覺得很悶 放下放很久就很悶 我自己有這個感覺 那就用這些 PP form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表呢 打十顆星 請同學 抄了它 而且有空振回 哇 那些星都打不完 下一版 好 例如呢 例如 這些 我們 past participle 有什麼難 會令到我們 經常作文有錯誤呢 例如這些字詞 Advanced 原來Advanced 是一個先進 高等的 一些 形容這些 它是一個形容詞 那同學會怎樣錯呢 以為這個Advanced 就已經是形容詞錯了 原來是要加這些的 Advanced 可能是進步 那些意思 Advanced technology is used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在生產過程中 就有先進科技用了下去 Without more training or advanced technical skills 沒有多些的訓練 以及更加先進的科技 或一些工… 技工的那些技術 they'll lose the jobs 這樣 要加這些才是一個形容詞 第二個 就是married 這個呢 married又是 要加這些才是形容詞 Got married 就錯了 是不是 但是呢 這裏說 she got married one month ago 還有呢 我們可以說兩個人 married 多久啊 這個用法都可以 因為它是verb 這個got是verb got married 就是整個東西 我亦都可以說 they married a month ago 另外一個例子 they had met my chance at university and finished up getting married 總之都是 要這些才是形容詞 get married 整個就是 第三 shocked we were deeply shocking 錯了 是不是 這個是感覺 我們覺得很驚訝 不是我們是令人很驚訝 記不記得那個table 最底的那格 自己的感覺 還有有些東西令到你這個感覺 是不是 好了 to hear of his sudden death 聽到這個 他忽然間死了的消息 我們覺得很驚訝 譬如如果你說 his sudden death is shocking 這樣 將這個 無緣無故死了 這個東西放在一個subject 就可以用shocked 另外 we felt shocked when seeing the bloody scene 見到這個流血 血淋淋的場景 我們覺得很驚訝 第四個 frighten 都是類似 the little girl looked frightening after the accident 小女孩在意外之後 看上去很害怕 她很害怕 所以不是 was very frightened 她很害怕 她自己覺得很害怕 而ing怎樣用 the witch looks frightening 那個巫婆 令我覺得她很害怕 巫婆的樣子令人很害怕 frightening 令到人有這個感覺 frighten 這個subject 這個句子的主角 由自己產生了這個感覺 好 第五個 excited exciting I was exciting 不是你令到別人很興奮 不是啦 你自己感覺到興奮 所以你睡不著覺 不是你令到別人很興奮 搞到自己睡不著覺 所以這個ing和ed 大家一定要分清楚 第六 好了 be used to doing something I am not used to eat so much 不要以為全部to 之後就是加一個不便的動詞 不是 有時候 to它可以做preposition 因為很難分 你會逐個獨立 當去一個句式寫 才可以的 因為這個是比較少數 會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所以 原來我們 be used to 什麼什麼 是一個句式 就要加ing的 它的解釋是 習慣於 但是呢 習慣於 我不習慣於 下午吃這麼多東西 the old man is used to composing poems when drinking alcohol 老人家習慣了 當他作詞的時候 就要喝酒 這個可能是李白 但是呢 原來這個句式 另外很相似 I used to swim 這個就是to 加一個infinitive 這個意思是不同的 這個是從前 我從前在河上游泳 現在可能去了泳池 就是這樣 現在不再做這件事了 記得這個分別 第七 就是middle age middle size middle class 有時候我們middle什麼 這個不行 不行了 要加這些的 那就記了去吧 middle age 中年男人 She lives in a middle size house 不行了 要這些 middle size 但是呢 中產階級呢 沒有的 She comes from a middle class background 她背景就是來自中產的家庭 這些就要記了去了 不記得就會用坐 第八答 long sleeve 長袖衣 long sleeves 坐 long sleeve shirt 對的 長袖衣 但是呢 有長袖當然有短袖 所以 short sleeve shirt and shorts 這些就是短袖 第九 old fashion 古 就是outdated 很舊式 也都是要加ED的 就是說 很多例子都是 但是同學呢 不要加到 ed 或者混淆了 ing ed 這些 past present possible 或者沒有懷疑這個 用法呢 就會錯了 Old fashion 錯了 要ed的 they have very old-fashioned ideas about raising children 很舊式的idea 好了 到了present possible 就是gerent ing 其實這裡只有一個例子 就是mind mind後面誓死 你也要加gerent ing 譬如 would you mind smoking smoking would you mind my smoking 加了個mine 你介不定我的smoking 都可以 would you mind 加adverb quietly waiting would you mind not spitting 總之呢 逢有個mine 後面那樣東西 你不理會它 隔了些mine adverb knock 都是要加ing 加gerent 的 總結啊同學 請你記住剛才那些grammar rules 因為grammar rules 你一定要記得它 而且你要經常看 要不然你很快會忘記了 這樣呢 你要記得才會用得對的 是不是 好 好之後呢 現在就有個proof reading exercise 找回一些錯的字出來 按停它 很快有答案 答案在這裡 和我記得溫習了 下次見 拜拜